美女主播劉憨珠 鉴于登上小S主持的节目小姐不惜地 她方爆料自己曾自豪国际巨星 友人放鸟的故事 故事的情是这位友人平常对她非常照顾 某次向她许愿很想吃一家顶级天赋罗 但是就是订不到 于是劉憨珠为了帮圆梦 拜托另一个常去该店的朋友 好不容易订到八个位置了 但没想到居然在定位日的前一周 遭巨星友人放鸟说无法到场 但定位也无法取消 于是自己就吃了64000的餐点 然而这位友人就是IPSS国际巨星小S 但小S也谈言是因为有工作才会取消 但自己真的不知道对方扛下一桌餐费 当场羞愧表示钱我会给你 放鸟的故事也成为该集最大的笑点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